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看一棵 这个小三个木 目前来看这个小三个木的展示也不是很好 就是这一点点叶子 这个应该是我 早三四个月换盆了吧 换盆之后就长了这点叶子 用的这个呢基本就是 纯枫化石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到底这个用枫化石来种行不行 这个东西 进走近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这全部都是枫化石来的 没有其他什么泥呢 这个才 两三个月这个根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 下面这个根 长得多好 可以说用枫化石来种 它这个根是最好的 因为它就是比较绿水 在我以前视频我说过 根长根 施长叶就是这个原理 根长得好了 这个叶子自然它就会长得好 根好了这个树 你怎么搞它都死不了 所以说 用枫化石来种不是不行 而是非常好 看有多疏松透气 下面这个根 下面这个根 像样这个根 下面这个根 所以说不要天天来跟我说不保水不保水 你要那么饱水干嘛 想让它积水 还有说这个风化石 或者河沙不够肥 其实这个植物呢 并没有那么缺肥 我们如果怕它不够肥的话 在它种到这个后期生长 如果看到长得不好了 在上面给它添加一点肥就可以 像这么一颗小东西 它吃不了什么肥 它不像我们人类吃饭一样 一天三顿少一顿就饿了 没有那么缺 就算它真的缺肥了 它最多就是长得没那么旺而已 不会死的 但是如果你是加了好多这个土 或者加了好多肥的话 它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肥伤 或者是积水 导致整一棵树死掉 其实养这个树呢 养根是最重要的 把根养好了 它就不会死 就不会有问题 这个风化石啊 核杀这些呢 它就是够沥水 够透水 不会积水 而且因为它里面会有这个缝隙 这个植物的根呢 可以得到这个呼吸 所以它会长得特别好 为了拍一个视频 让你们看一下 又把这棵树搞起来了 才种了几个月 又搞一次 没办法 好了 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乐哥 关注我 我们一起学本集 拜拜